韓國瑜的副總統人選 到底主義誰 韓一直很神祕 導師命令老師 詹維中似乎很推這個人 姓名學來看的話 台名嘛 你屬雞嘛 屬雞 那台那個雞抬頭 這個口代表 我如果他願意給大家幫忙的話 對你是加分到極致 韓國配金雞相聲 命令老師說可以加分到極致 但現階段 郭隊韓不讀不回 連話都講不上 沒關係 還有這一位 如果他不來的話 朱立如也很棒 合力 毅力不搖 經濟獨立 民眾帶兩個人 人機相逢 互為貴人 這個也非常加強 人機相逢 互為貴人 所以他有屬牛 對你加分到極致 男 市長 北 立倫 兩個人配在一起 一老一少 你不是說你老 誰是老 他是老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們就 你們就 你們就結合以後 就表演老背道 張維中也力推韓朱沛 而且朱立倫還曾經是台大財經教授 符合韓國瑜想要的財經背景 那立院喬王王金平呢 王金平是許蛇 像八字來看是三合 但是以直播總數來看的話 是一個小石頭 所以你要對他更好 除了郭朱王挺韓容易的張善政 也因為理工背景 無黨籍形象加分 也曾被視為呼聲最高的 韓國瑜副手人選 而台積電創辦人 張中謀也曾被點名 只不過夫人張淑芬已經明確表態 不可能 副手呢 他開出的條件是 要有國際觀 以及呢 要有很好 在經濟方面 有很好的這個 就是很好的經濟觀 達到這個經貿外交 所以呢 就是還是會找這樣子的人選 韓國瑜的副手需要具備 國際經貿背景 到底郭朱王張誰出現 隨著登記時間越接近 答案越令人期待 記者林鄭彥 杜英傑高雄報導